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倒退账户今年分红史上最高 平均每人1.26万元 花期30万卡友遭超收 今晚会主委顾律雄说 罚250万元已是上限 带动台产业链 华房与美商设亚洲维修厂 只为阿姆斯特丹飞行剧院开幕 荷兰知名太空人见证 来关心台股 科技大厂苹果公布财报 数据优喜参版 今天平盖股涨跌互跌 红海稳在红盘上 台积电下跌超过1% 大力光也开高走低 台股开盘一度大跌超过80点 后来跌幅略微收敛 法人提醒 尽管盘氏仍处多头格局 不过资金轮动快速 盘氏操作难度高 盘面仍以个股表现为主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苹果最新财报指出 上季获利与营收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iPhone平均售价更优于预期 激励苹果股价盘购交易时段 大涨于3% 不过苹果上季整体iPhone销量 负成长又低于市场预期 本机猜测更不如法人圈预期 引发外界对iPhoneX后续动能的忧虑 身上零售龙头亚马逊上季财报 优于预期营收创八年来 最强购物季的成长记录 即使亚马逊跨足广告 娱乐和生鲜杂货事业 在电商和云端运算领域仍是龙头 Google母公司Alphabet第四季财报 不如预期主营对网路搜寻伙伴 支出增加 行销成本攀升 以及YouTube争议拖累广告事业 Alphabet攀后股价错跌超过4% 阿里巴巴公布第三季度财报 获利106亿美元 优于预期 阿里巴巴称新零售持续突破 给业务增长带来 全面推动 金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鸿海今天举办工业互联网AI 应用实验室成立记者会 由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亲自主持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 未来鸿海集团将在五年之内 投资百亿元集中于台湾 权力发展 人工智慧以及工业互联网的应用 鸿海今天举行AI应用实验室 成立记者会 请来重量级来宾 包括原计算 权威专家翟本桥 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夫等人 鸿海集团 还与中国AI教父吴恩达 以及美商数据新创公司Hyperdata 创办人张宗瑶签署合作备忘录 展现对AI人才的高度重视 郭董还发出豪宇 投入研发 就算百亿美元也不是问题 五年这一百亿人民币的投资 成立研究各式各样的研究 台币 台币 五年一百亿台币的投资 哇 一百亿美金也可以 只要有那么多的这个机会 我们都愿意投资 五年一百亿 就是最少的一个最基本的 郭台铭分享创新工厂董事长 李开夫的报告内容 人工智慧发展将进入第三波浪潮 实体世界智能化 AI新创公司 势必要与传统制造业合作 很多AI的新创公司 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 就想一个这个变成独角兽 可是进入到跟实体经济的时候 这是AI的第三波浪潮 实体世界的智能化 传统行业得到巨大提升 所以新创的AI企业 未必能轻易切入 郭台铭表示 未来鸿海会开放 成为大的应用场域 不论新创公司 或是学校教授等单位 都欢迎合作研发 鸿海将成为一个大平台 也重申 制造业不会是细扬产业 制造业绝对不是细扬 各位不管员工智慧 在怎么发生 不管任何的网络经济 在怎么发达 我觉得制造 实体经济 是永远会存在的 大动作举办记者会 期待吸引更多AI人才加入 郭台铭表示 鸿海将成为工业互联网平台 欢迎更多中小企业参与 鸿海将成为台湾AI领跑者 带领AI风潮 新唐人电视 曾一号张远婷 台湾新北时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彭博社 黑石集团亦收购汤鲜路透金融 及风险业务 以170亿美元取得 5%鼠股权 抗衡彭博核道球 金融时报 印度裁长宣示 政府将努力延禁 比特币交易 华尔街日报 原书第四季营收上扬 47% 达129.7亿美元 但用户上限 停留时间下降 日本经济新闻 脸书将渐渐衰退吗 北美用户数量 首次降低 带您看到 刷脸科技 在产业上的运用 有台湾业者 研发人脸辨识智慧门锁 只要透过自己的手机 就可以达到辨识功能 马上带您看到 在台湾有50年历史的 建筑门锁大厂 如何提升 全产价值成功转型 输入它的开锁密码 然后手机就会跟门锁沟通 解锁密码只是第一步 还要经过人脸辨识 才能顺利进家门 台湾建筑门锁大厂 以50多年的经验 研发具有人脸辨识功能的 智慧门锁 一秒就能辨识 简化操作与设备 更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这个市场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叫做 commercial market 要在这个市场上 能够被客人接受 一定要透过 UAL或者是ITS 这种认证公司 来认证你的产品 才能够在市场上销售 了解市场动向 业者舍目领眼光 投放在门锁的高端市场 带领公司从代工生产 三级住宅门锁 转型生产高技术门槛的 商用一二级锁 并投资上千万新台币 在工厂内打造三个符合 NC与UL规范的产品测试认证实用室 包括防火门锁 和智慧门锁的网户测试 以及振动测试 那这个测试是要测试 它里面的组装的零件 是不是能够很紧密的 结合在一起 标准是0.25 那现在它的振幅是35 这份坚持要从1997年说起 省目领正式继承副业 接下连续亏损十多年 负债超过3000万的公司 原本生产的低价锁 利润低 加上市场消息提侦与景气影响 公司营运岌岌可为 省目领决定放手一搏 抛开传统的经营模式 凝聚公司团队力量 朝向研发高端产品 向国际大厂学习管理制度 像我们一直都留在台湾 利用台湾的资源 本身也是一直在追求进步 虽然说那时候台湾工资一直上涨 那土地也不便宜 可是我们还是客进困难 想办法研发更好的产品 来获得更好的利润 省目领的转型方针见效 员工人数从70人成长到150人 工厂附地扩增到4500平 更为市场赞誉为亚洲最佳锁厂 应应时代需求 省目领以50年的深厚基础 结合物联网等科技应用 每年投入至少3000万新台币 作为研发资源 儿子沈亿廷也加入研发行列 担任创新研究长 为公司注入新能量 初二现在我们是与手机去做一个结合 当然这只是一个算是我们的第一步 可是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的产品可以保留 与其他不同领域的技术 去做一个搭配 也就是创造一个双影 或者是有自己的弹性去成长 我们有已经打下很好的 mechanical的基础之上 来加上一些elegical的功能 那这些elegical的功能 一定要跟跨产业来结合 跨产业跨系统来整合在 我们这个新产品上 同一只手机用同一个画面 我就可以直接做操作 我也不需要特别去做 额外的一个设定 除了人脸辨识这位门锁 还有透过手机蓝牙NFC功能 不用连网路的智慧门锁系列 团队创意源源不绝 未来更朝向智慧家居 甚至到区块链的应用 创造MIT智慧所品牌价值 开启欧美市场 但你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2月6号国际书展登场 2月7号友达线上法术会 2月9号群创华硕法术会 2月9号苹果HomePod上市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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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guys 感谢观看